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特别特别可爱的 我们这个超级可爱的小书签 然后也是用我们的毛线给它勾制出来的 非常的适合于我们的新手 如果你想要勾制出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 给我们的书本呀这样的做一个小可爱的小物件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简单 那我们来跟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们在这边呢是给它呢有这样的一个小的毛线 然后我这边呢也是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会动的眼睛 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我们可以先从这边开始给它去进行一个勾制 大概是拉线 先从我们的左边呢开始给它进行拉线 大概是这边先给它有十针 然后我们这个勾针呢是一个六号的勾针 我们在它第四个这个针角处再给它扎回去 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小虫虫 就已经有了它的一个小头 每次呢我们都是在这个里面去给它织过来 我们之前呢也是用到了类似的去给它进行一个勾制类似的一个手法 我们这边还少一个 我们再给它加回去 然后呢我们这里也要给它继续的去进行勾制 每次都是往上给它勾制我们的一个短针组 现在呢我们整个都是要给它拉过来 大概是三十了小针之后 看起来就像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可以把它先转过来 看起来呢 我们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前面的地方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非常漂亮的一个小的螺旋 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用到它的短针去给它进行一个勾制 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到下面去 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到下面去 我们可以把它呢也是从这边这样练过来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现在呢是把它直接拉到它的最上面的地方 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多余的线呢去给它剪掉 我们可以在这边呢也是给它连起来 把它呢也是剪掉 这边呢就是它的给我们梳的那一部分 然后上面呢就是它的一个小的毛毛虫 那我们等会呢如果是要给它沾上它的非常可爱的小眼睛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到我们的热绒胶 去给它拿出来然后去给它沾上 然后我们这边呢也是把它拉过来 沾上它非常非常可爱的两个小的眼睛 大大的眼睛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的毛毛虫竖签呢就已经是做好啦 我们可以把它的下半身去给它放到我们的书本当中 看起来呢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把它放到前面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可爱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呢是可以直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联系出新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